廣泛運用在農作物上的除草劑年年春 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WHO 列為有致癌風險 生產的美國農技公司孟山都 還因此被加州舊金山法院 判處要賠償一名離癌的校工 2.9億美元的賠償金 南美洲最大的農業國巴西 八月份也對除草劑年年春下達禁令 但是巴西法院卻推翻了先前的判決 因為他們認為禁用年年春 將不利於農業生產 有害巴西經濟 因此下令解禁 但事實上巴西境內已經有很多起 因為使用農藥而致癌的案例 現在又重新對年年春放行 也再次在巴西國內引發了爭議 路西的女兒只有一歲 但已經被診斷出有荷爾蒙失調的問題 醫生表示主要原因就是農藥造成 唯一能做的就是徹底改變女兒的飲食 巴西不僅是南美洲最大農業國 全球最主要的大豆出口國 更是全球最大的化學農藥使用國 在當地使用含有加林菜的除草劑 在臺灣稱為年年春等產品 根本沒有任何限制 農民也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但這些化學藥劑 早已入侵民眾的生活 基本除草劑等化學農藥產品 也造成許多類似陸西家庭所面臨的悲劇 但巴西的巴西利亞法院 本週卻推翻了八月份 對年年春除草劑所下達的禁令 法官認為沒有直接證據顯示 年年春的成分對人體有害 而且禁用年年春 將不利農業生產損害巴西經濟 因此決定對年年春等三種農藥解禁 但專家堅持 任何化學農藥都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年年春是一九七四年 由美國孟山都公司所發明的除草劑 世衛組織WHO 狹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2015年將加林塞列為2A級 也就是很有可能是人類致癌的因子 但2016年 歐盟的報告卻指出 無法證明加林塞跟人類的癌症有關 並在2017年延長年年春的使用許可 但今年8月 美國舊金山法庭裁定 孟山都對產品年年春 與另一款專業用的除草劑 沒有標示對人類可能有害 導致這些除草劑成為加州46歲男子強生 罹患08流的主因 裁定孟山都去支付強生 近90億台幣的賠償金 事實上 歐洲多份純微期刊都已經指出 加林塞早已混入自來水 雨水 河流 尿液跟母乳 一些非改良基因 甚至有機食品中 都含有大量加林塞 甚至連啤酒裡都含有超標的除草劑 如今巴西這個農業大國 重新對年年春放行 不僅對當地農民跟民眾 持續造成傷害 出口的農產品也可能讓更多人 暴露在除草劑的威脅當中 記者居然先報導 到 到